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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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施展轻功了 哼哼哼 给大家展演一个轻功 一般人都是一次走一街 我们可以一次走三街 哼哼哼哼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这个是五山相比 五山 这个是最险峻 华山啊 华山最险峻 我们现在来探访这个 当年令狐冲练剑的地方 哈哈 你想那个时候没有这样 人光爬上去就要飞了 都是现在都是晚上十二点 爬山 早上六点 看能不能争取 看下那个日出 看日出 对对对 好现在我们的索道宗 已经正在发力当中 大家看我们这个 最新成立的宗派 嗨 你看这个轻功发力 栩栩上升 你看这个 坐立能安 哈哈哈哈 有一股这种轻功的力量 在我们的底部 你看这个万丈深渊 哈哈哈哈 发力了 已经发力了 已经在发力了 所以我们已经这个离开了 啊从这个深渊当中啊 脱离脱离这个深渊了 脱离深渊 对对对对 我们的思讯同志 已经找我们一步上去了 哦 思讯同志已经 已经找找一步 已经找一步 发功了 哈哈哈哈 蛤蟆功可能可以上得来 真的是从北风上 对蛤蟆功 小说里头说 小说里头说从北风上 华山论剑 准备要去赴约了 我们现在要去参加华山论剑了 哇 来了 来了 哈哈哈哈 你看看 哇 现在已经是清明时期 清明都过了 但是呢在我们的华山山上 仍然不可以看到啊 刚刚才下过雪的痕迹 差点都要唱雪花飘飘 但是现在已经是清明节都已经过了 哈哈哈哈 哎 哇 对我们在春天竟然还可以看到雪景啊 嘿 大家看啊 这个都是真的雪啊 哎呦 刚刚才下过的雪 人家说清明时节雨纷纷 我们是清明时节雪纷纷 啊 路上行人 上华山 哈哈哈 华山呢 也是道教名圣 在这里呢 仙气飘飘 大家看到在我的身后啊 是三圣母殿 在我的小时候啊 就读过这个故事啊 也就是我们说 宝莲灯 附石的地方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在华山西风啊 传说当中 陈湘 披山救母处啊 我们小的时候读过 宝林灯的故事啊 说是这个陈湘的母亲呢 因为呢 障碍让我们带领中华人女 走出一条光明大道 带领台湾的同胞 走出一条和平统一 振兴中华的康庄大道 步步登高上天台 现在我们也准备要登天了 怎么这样 真奇怪 跟帖子要登天了 哦 很陡啊 看这个 来啊 来来来 嗨 帖子去哪了 嘿嘿嘿 还好啊 我们这个轻功派 现在上来了 我又把带上去了 嗨 铁子 快点快点 好 好 其实很好发 没有那么难发 哦 我们 现在是 开始要下山了 不过觉得下山别有一个 别有一番天地啊 这个其实来到华山呢 就想到了这个金庸先生所讲的华山论界 还有啊令狐冲啊 也是所谓的华山派了啊 不过其实这个我们知道令狐冲呢 是饱受啊 这个误会误解啊 那人们呢 把它当做是所谓的魔教中人 但是其实呢 所谓的魔教呢 未必真的是魔 而所谓的表面上君子的呢 其实是伪君子啊 所以呢 像是这个林平之小师弟啊 他就是一个比较能够讨喜的一个角色 那么呢 这个大家都以为说 他是这个乖乖的呀 白白净净的呀 哎呀不像令狐冲看起来那么冲啊 但是结果最后啊 林平之啊 这个都灰剑自攻了 还娶了月灵山 所以月灵山呢 一直到他知道说 哎呀我的夫婿已经是无根之人 早就是后悔莫及了 因为在台湾的话叫余霄飞车 这叫过山车 这个是真正的山 这还真的过山车 哎呀你们的固然是都是人造的 这是真的山 这是山的山 我们直接从这个山壁里头 山洞里头 穿出来的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刚穿过的山洞 对 哇 这个就是说这个树高千尺啊 这个 树高千尺啊 这个这个山啊 这个来到华山万刃 看看这里的美景 哇 山高万刃 我们现在离开西风了 所以到底华山论剑是谁赢啊 哈哈哈哈 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华山论剑那个牌子 啊 在小说里头好像好像最后也没有个胜负啊 嗯 好像做不是没有个胜负吗 因为欧阳峰封了嘛 对欧阳峰封了嘛 对欧阳峰封了 好像从来没有比出个结果 对对对对 一直没有比出个到底谁 嗯 最后不是到了神雕峡旅 有那个新的 新的那个华山论剑 对新的 那个杨过 那个杨过成为了新的嘛 对 新的其中一咖 我那个前阵子啊 在台湾又是疫情 然后那段时间又不能够来大陆 结果每天呢就是没事做呢 有的时候就复习一下 所以神雕峡旅啊 社交英雄帅 哎对这要跟那个帖子聊聊啊 帖子那个跟我们有代沟的 我第一次见到帖子的时候 我跟帖子说 哎那个社雕英雄传 然后讲到神雕峡旅 我说古天乐啊 然后呢帖子竟然一脸懵 懵 哎我说古天乐演的杨过不是很经典吧 结果帖子竟然跟我讲什么 我的是黄晓明的 黄晓明对 就知道这个代沟 黄晓明跟刘亦菲 我的女神 对啊那其实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的啊 上大学 但是我们小学的时候的记忆是古天乐跟李若彤啊 但是如果如果是我爸那一辈的人的记忆是刘德华跟那个陈玉莲 刘德华也演过 你不知道啊老杰华演过 演过杨过 古天乐 古天乐 什么古天乐 这个古天乐有演过 刘德华也演过 刘德华演过杨过啊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代沟 刘德华演的杨过 对 那像社交雄传也是最经典的是83版的 但是我小时候第一个第一部看到的是那个应该是96版还是94版 那个是张志玲演的 跟朱音演的 嗯 然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同时在演那个张志玲的那个版本的时候啊 同时也重播了83版 所以83版是黄日华演的 对 黄日华的那个那个那个演黄 演黄荣的那个叫做 翁美玲后来自杀了 自杀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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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个翁美玲翘黄荣嘛 永远的黄荣 演的最后 那个那个最经典 对那个最经典 所以那个为什么那一版叫经典 他就是最经典的 没错没错 歌也最经典啊 一黑翁翁翁翁翅 停止 三来波兰哧 你现在完全没有共鸣你看看 到了 代孤就是代孔 这个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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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00号哪里一线 已经关陷了 但是83版是真的很经典 它是改革开放以后 很早一批在大陆播出的港台的电视剧 武侠小说也是联系 这个很强的一个文化运达 它是等于说 这个现当代华人文化里面 很重要的一环 对 都是武侠小说 因为你读经用 你就会知道 对你要了解历史 对 因为他讲到华山 想到这华山在哪里 很有共鸣 对 然后讲到什么封林渡口 什么一见阳过物中生 你就会想到在哪 对不对 而且里面又有辽 又有西夏 又有大理国这些 你就是想要了解 对对对对 北宋南宋的这些 对还有郭靖守襄阳 对郭靖守襄阳 一时我自己参差点 天龙方有待遇 对 吓到对蒙古 哈哈哈哈 郭靖出生在蒙古 对对对 结果原家养过 还把郭靖的好安打的那个长子给杀掉了 是这样吧 然后拖雷 那时候放了那个郭靖回去嘛 对对对 就没有几十年后 那个他的长子蒙哥被 被那个养故给杀掉 对对对 不过原家那个时候江湖讲道义 他还是放他走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武侠小说确实我们的一代人的记忆 只不过每个人记忆当中的那个版本 可能不太一样 可能不太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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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